快看,一只金鲨将小哥的螺丝乖乖咬住了,难道他是要把小哥吃了吗?张着血盆大嘴的他,一口就能把小哥给活吞了,令人感到奇怪的是,很快他就将小哥松开了,他的嘴巴里散发着奇怪的声音,仿佛是遇到了什么事情,看到金鲨这怪异的行为,经验丰富的小哥,决定冒着生命危险,下海一探究竟,来到海底的深处,小哥发现一只金鲨的嘴巴里,被一根鱼钩死死的缠住了, 看起来,非常的痛苦,他的嘴巴一直在那里,不停的蠕动,散发着凄惨的哀号声,看到这一幕的小哥,立马上前,对他展开了救援,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,毕竟是在金鲨的嘴巴里,稍有不慎,小哥都有可能会被他一口给活吞掉,在这身不见底的深海,小哥绝无一点生还的可能,但是,好心的小哥为了救援金鲨,仍然不顾生命危险,在对金鲨展开救援, 值得庆幸的是,这只金鲨非常的有灵性,他仿佛感受到了小哥的善心之举,他知道眼前的好心人是在救援他,所以他并没有乱动,非常的配合着小哥的救援,看到这一幕的小哥,内心也非常的震惊,他万万想不到,金鲨竟然会如此配合自己,这也使得他的救援过程更加的顺利了, 但是,在这七黑的深海中,小哥却承受着无比巨大的压力,无情的水压时刻都在挤压着他的身体,使得他很难发挥出全部的力量,然而为了救援金鲨,哪怕是救援的过程无比的艰辛,他也没有放弃,小哥所做的一切,也都被金鲨看在了眼中,他的内心,此刻早已是满怀感激, 值得庆幸的是,经过小哥长达十分钟的努力,终于将他嘴巴里的鱼钩给取了下来,然而,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得到了解救的金鲨并没有离开,他带着他的孩子一起来到了小哥的面前,嘴巴一直在那里蠕动着,仿佛是在表达着什么,我想,他一定是在感谢好心的小哥对他的救援。